深夜和女朋友办完事后,就光着膀子去上了个厕所,当我方便完,一打开卫生间的门,就看到女朋友的闺蜜小叔,张红着脸站在门口,她穿着短睡裤,两条润玉的双腿微微颤抖着,我以为她很急,就侧身让她进去,却不料她双腿无力,突然贪婉在我怀里,她好像在诱惑我,我叫胡金。 今年刚满三十岁,我和女友张婷婷是半年前开始谈的恋爱,一开始,我和她都重规重矩,只牵牵小手,熟悉了之后,才开始亲密接触,两人解锁了有趣的事情之后,才开始越发疯狂。 毕竟我们刚热恋,很多时候情到农时,就一切都不管不顾的了,就像今晚,我在女友的公寓过夜,半夜被她弄醒,浑身难耐,我们就激情了一番,也不懂是不是隔壁有人,觉得很刺激,导致今晚的女友很亢奋,就连声音都提高了几个度, 就算我伸手捂住她的嘴,也挡不住她高亢的乌夜声外转,好不容易满足她了,才愿意放过我,看着女友相悍淋漓的紧闭着眼,累到不愿意再动一下,索性我就下床,去浴室给她试了毛巾,给她擦身体,顺便上个厕所放一下水。 打开房门,看到隔壁的房间还开着灯,那是女朋友闺蜜和书的房间,女朋友一般都喊她小叔,我也跟着喊小叔,要去洗手间,就要经过她的房间,而我也不能断定,此时房间亮着灯的小叔睡了还是没睡,但现在已经深更半夜了,我也不能大动作吵到人家,所以我就慢慢地轻手轻脚走过去。 在这静谧的夜晚,就算是地板掉根针,都能听得到,然而就在路过小叔房间的时候,我耳间地听到几声细细的闷哼声,这种声音,我一听,就知道是在干什么了,我疑惑。 难道小叔也带男朋友回来了?我没有偷听的习惯,只想赶紧接手完,然后回房抱着女朋友睡觉,我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完,顺便施了一条毛巾,就在我打开洗手间的门的时候,看到了小叔就站在门外, 他穿黑色的短袖睡衣,身下穿着短睡裤,衬得一双大长腿,白嫩透亮,他一张小脸仗红着,两条润玉的双腿微微颤抖,双眼寒情地看着我,声音颤抖。 我恩,刚说完,他眉头就紧锁住,像是在隐忍着些什么,双腿抖动得更是厉害了。 我一下明白怎么回事了,他们玩得那么花泥。 我立马侧身,善意道,等极了吧,不好意思啊。 我没那么多心思,当别人play中的一环,抬腿就想走掉,刚经过他身边,小叔双腿就站不住了,瞬间虚软着身子靠在我身上,哎呀。 他的手攀着我肩膀,像是挂在我身上一样,轻微抖动着身体,感觉虚软无比。 锦哥,不好意思,我不是故意的,我腿软,你让我靠一回。 他抬起水润多情的双眸,眼含某些情绪,弹口呼出的热气,一股一股地喷洒在我下巴上。 我僵直着身体,僵硬地N了一声后,就不出声了,就让他靠着我缓了一小会,之后,他勉强站住, 对我笑笑之后,亮亮呛呛地走进了洗手间,他关门前,我还听到他愧叹一声。 则,这位真浓啊,听着里面的声音,我再次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快马加鞭地离开这是非之地,往回走的时候。 小叔的房间门打开着,我不经意往他房间里面瞅了一眼,没看到任何一个男人的身影,原来他是自嗨啊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自从那晚之后,我每次来找女友。 小叔就经常出现在我面前,频繁找我搭话,有时候,动作也很多,不是拍拍我胸脯,就是捏捏我臂膀,甚至像个女朋友一样,向我撒娇。 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他还会在餐桌底下,就会抬起他的腿,经常有意无意地撩我,看着我憋红着的一张脸,瞪着他,他会故意向我抛媚眼,完全没有一点机会。 而且,他看到我吃扁的样子,就越发大胆,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我的腿了,我原本想出声制止,但是看到女友和他聊天很开心,我就闭上了我的嘴巴,赶紧吃完我的晚饭。 缩到一边,离何叔远远的,女朋友张婷婷是个姑,天生自卑敏感,在外还非常设恐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他追到手的,我可不想犯错,让婷婷误会,惹不起,难道还躲不起吗? 自从跟婷婷在一起之后,我才知道,原来他在这里,只有何叔这么一个能谈得来的朋友,我不想让他为难, 所以就先暂时忍了下来,想着找个时间,跟何叔好好聊一下,所以这段时间,我只能自己尽量避嫌,少去婷婷的公寓,而且这几天,又刚好公司外派出差,也刚好让自己仔细想一下。 要怎么解决,才不伤何气,经过几天的思考,我决定,首先做的,就是要稳住自己的内核,不要被美色所诱惑。 坚决抵抗诱惑,而且,也要多在婷婷耳边提醒他,要看好自己的男朋友,多提防旁人打他男朋友的主意,说多了,他应该会注意到的吧? 我这样想着,只是没想到,我最后还是忍不住跳进了小叔那个诱惑的坑,这两天天气转凉,好多人都得了流感。 我也不例外,刚出差回来,就发烧了,头昏脑胀,浑身无力,就连走出房门喝个水都费力。 婷婷知道了,就提议说过来我这边照顾我两天,我心里开心极了。 我的女朋友真关心我,带着期待的心,躺在床上睡了过去。 迷糊中,我感觉到有人把我脱干净,然后拿拾毛巾帮我擦拭身体个部位,把烧到发热的身体进行物理降温。 我以为是婷婷,本着想逗一逗她的心思,伸出大手,钳指住她在擦拭的动作,细细地抚摸着,心想着,女友手的皮肤真细腻,怎么摸也摸不够,我以后要一辈子牵着,我太想念婷婷了。 随撑开半眯着的眼眸,模糊地看着趴在我身上的毛茸茸的脑袋,像只温顺的小猫咪一样,瞬间就想起逗逗她,想看她飞色脸红的模样,那样的她既妩媚又可爱,我沉着声音唤她,宝贝亲亲我。 由于已是傍晚,房间里很昏暗,正想着开灯,看看她是不是已经羞红了脸,她的另一只手就覆盖上来,盖住我的双眼,我什么也看不见,软糯的心香猛然地捉住我炙热的唇,凶猛又热烈,我脑袋本来就晕乎乎的,根本就没时间想今天的的婷婷, 她嘴里的味道怎么不是我熟悉的菊花香,而是小叔身上常有的茉莉香,虽然我知道我发烧感冒了,理智要我躲远一点,不要把身上的病毒传染给她,可是身体却很诚实地想要更多,我访客为主,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肢,扣住她的脑袋,让她的身体贴紧自己,呼吸相闻,逐渐把稳加深, 我们身稳了很久,直到她都喘不过气了,帕弗在我肩膀上喘气,热气喷得我身躯贪软,脑袋里有个声音在叫嚣,扮她,但我是个视觉动物,抹黑做事不是我的风格,就想打开灯,手刚摸到灯的开关,突然停停的声音吓我一跳,不对,准确来说,应该说是女友闺蜜小叔的声音, 她一出声,马上把我吓尾了,我急忙推开她,打开灯,立马看到她双眼寒春驮红这一张脸,呆呆地看着我,小叔,怎么,怎么是你? 我被吓到吞吞吐吐的,惊慌哽在喉间,怎么回事,跟我接吻的不是婷婷吗?怎么会是小叔呢? 还有,小叔是怎么进来的,我急忙推开她,强撑着身体下床,把裤子衣服找出来并穿上,穿好衣服后,我转过身,冷静地口吻,对小叔说道,今天这事,别说出去。 头更疼了,怎么能把女朋友认错了呢?看着衣服凌乱的小叔,她咬着红唇,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,我叹一口气,蹲下来把她扶起来,这件事是我浑蛋了,我不该认错人的。 说时迟那时快,小叔竟真的哭出来了。 你得对我负责。 她啜气着,满眼又是一股倔强,我简直是头皮发麻,再加上身体不舒服,刚柔和下来的口吻,被她这么一要求,语气就又不爽了起来,小叔,我跟你也没做什么吧? 我也没上了你,还有,明明是你不经过我的同意,跑来我家。 对我又吻又摸的,你怎么还能不要脸,要求我对你负责? 真是搞笑。 我的一痛羞辱,让她更是没面子,眼泪流得更凶猛了,我柔柔痛到快裂开的头,指挥她穿好衣服,赶紧滚出我家,她听到我不善的言语。 冷哼了一声,你以为婷婷有多爱你? 你生病了,都是我来照顾你的,而她呢,在家呼呼大睡。 她说的,我并不相信,只想让她赶紧出去,小叔见我不信,拿出手机打开了她的微信,点开了语音给我听,手机传来了停停的声音。 她说,小叔,胡金生病了,你是护士,今天又休假,你能帮我去照顾她吗? 我今天太累了,想在家躺一会,我给她家的钥匙你,拜托你了。 我听到这,觉得简直震惊,停停明明答应过,她来找我的。 怎么又会让她闺蜜来照顾我,她的心怎么这么大? 难道是,觉得我这个病人病了,没有任何的不轨的行动能力吗? 也真的是看得起我,如果不是想开灯,而小叔又刚好出声,我们这时候应该已经热烈地滚在一起了。 我沉着脸,不出声,小叔又越挫越勇地频频打开她和婷婷的聊天记录。 翻到了上回我在他们公寓和婷婷激站的那一晚,婷婷,阿金去洗手间了,小叔,好,我现在出去,我看了一下时间点,刚好是我截手完出来的那个时间段,这是什么意思? 我立马抢过手机,往下滑动,只见过了几分钟够,小叔又给婷婷发微信。 小叔,阿金的胸肌也太强壮了吧,婷婷,我好喜欢啊,那时候的婷婷已经被我擦干净,然后睡在我怀里了,那时候她没回信息,是第二天才回的。 希希,你喜欢就好,看到这句话,我简直是天打五雷轰,感情我才是他们play中的一环,我正失神,小叔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。 阿金,其实,婷婷说,不介意和我一起分享你,你愿意吗? 说着,她吸着红彤彤的鼻子,娇滴滴地看着我,那眼神似乎在说,只要我同意,我和她立马就能发生点什么刺激的事。 见我还在犹豫,她又继续加把剑,你们男人不都喜欢三妻四妾吗? 如果我和婷婷一起伺候你,你不觉得很爽? 她话一落,我的脑海里就不受控制地浮现一些画面,他们两个人,不对,我立马抛掉脑袋里荒唐的画面,这肯定有什么问题,婷婷那样的性格,肯定不会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。 之前我说,要送女同事回家,她都吃醋得紧,为了搞清楚事情原委,我还是把小叔强硬地赶了出去,喘着气坐在沙发上,给婷婷打了电话,让她赶紧过来。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她说,我还警告她,如果再让小叔进来,我就再也不理她了,她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,连忙因好,说现在就过来,这些是太刺激我了,导致我还没等停停过来到,就晕睡了过去,可能是之前吃了药的原因,等再次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半夜, 而且头也没那么难受了,我侧了个身,突然碰到了一个柔软的身体,鼻息闻到的又是那茉莉香味,心下一沉,暗自决定不留情面了,伸出手,掀开被子,正想把人叫醒,借着卧室的亮光,我看清了躺在我身边的正是我的女朋友。 停停,她感觉到我醒来了,也睁开眼睛,温柔地咕弄道,阿金,你醒了,肚子饿不饿,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热。 她揉着眼睛要起来,我却从背后揽住她的腰,下巴抵在她的颈窝处,等一下,让我抱一会。 许久没见到自己的女朋友,思念快一满了,傍晚发生的那件事,此刻就被我抛之脑后,只想安安静静地享受和女朋友亲密的时光,抱够了,我就和婷婷一起手牵手出去,吃了婷婷,给我热好的饭菜,饭饱精神足,想起了那些短信,我没有向她发脾气。 我们都是成熟稳重的成年人。 有问题就要及时解决,我冷静地问她那是怎么一回事,婷婷犹豫了一会,才向我诉说缘由,我没有父母,也没有很好的朋友,我只有小叔这一个好闺蜜了。 她说她也喜欢你,问我能不能把你让给她,其实我也很纠结的,我不想再把男朋友让出去了,然后她就提议一起拥有你。 她绞紧着手指头,神情尽是胆怯,我紧促眉毛,为他们大胆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,你同意了? 我问,婷婷点头,嗯,与其把你让出去,不如一起拥有。 她说得有点天真,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,对待自己的女朋友,也很专一,我是笨着以为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的,然而我的女朋友却愿意和她的闺蜜分享我,确实很离谱,但无奈。 我了解婷婷,她是一个缺爱的女人,何叔在她身边陪她那么久,她肯定是很听信何叔的,但是我也不想让她再有这种想法。 我怕真的哪一天,小叔再这样下去,我真的会犯错误,我语重心长地对婷婷说道,你们的这种想法和行为是错误的,我是你男朋友,你怎么能跟别人一起分享我呢? 你就不怕我和小叔在一起,我会爱上他,然后抛弃你。 一听我说抛弃,停停急了,你会抛弃我吗? 看着他受惊的脸色,我很心疼,他被抛弃过几回了,心里是很敏感的吧? 我轻轻地把他搂在怀里,道,只要你不把我推出去,我就不会放弃你。 看着他在我怀里点头,我以为他懂了,之后再也不犯那傻事,毕竟后面的好几天,小叔见到我,都是毕恭毕敬的,没有一丝余举的行为。 可谁知道,我先前没有言辞吏的拒绝,让他们更加为所欲为,那晚应付甲方应酬,我喝得有点多,刚好应酬的地方离婷婷住的公寓很近。 走十分钟的路就到,我撑着意识,给他打了个电话,说今晚去他那里休息,让手下把我送到他家门口后,婷婷打开门,就扶着我进去了,虽然我喝醉了,但不是那种烂醉如泥的状态。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进了谁的房间,也清楚地感受到身边躺着的,不是我的女朋友婷婷,他们交换了,我的心就像是被酒精麻痹了一般,没有了任何的感觉,我放任着她在我身上拱火,放任自己也对她尽情施展,反正婷婷也不会在意的不是吗?这既然是他们一直想得到的结果。 那就碎了他们的愿。 我第一次不愿意开灯做事,在昏暗的灯光下,是谁都是一样的,小叔的大腿紧贴着我的,鼻尖贴近我的脖梗,厚重的鼻息打在喉结上,让我无声地滚动了几下,熟悉的茉莉香,请客席卷了进来。 顿时,我们的身上都散发着热意,受不了的时候,索性就直接开门见山了,我喘着粗气,迷离着眼眸,盯着她解衣的动作,干净利落,那充满活力的身体,就展示在我眼前,细腻的皮肤再次附上我的时候,我直接翻身,抓着衣领,垂头,被略微拱起,单手将衣服大力地甩在了一边。 我犹豫了一下,希望在最后关头,女朋友会进来阻止,但我失望了,在小叔双腿勾着我的时候,我就立马失了心智,底下的小叔变成了我心爱的女朋友,她迷离着双眸看着我,娇声娇气地呼唤我亲爱的,最后像是泄愤似的,粗鲁的攻城掠地,也不懂是因为刺激,还是轨道出错了的快感。 只要我还有点力气,就能让彼此都陷入一次又一次狂热的激情之中,我是不会放过自己送上门的晚餐,在最后尽情地输出下,我们都累得只能喘气,没有能力去打扫那一片狼藉。 就这微湿的被子沉沉睡去,我做了一个梦,梦境很真实,昨晚和我尽情肆意的人不是小叔,而是我的女朋友婷婷,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女朋友在我怀里痴痴地笑着,你终于醒来了,大懒猪。 我看着她围着一缕的身体,恍惚了,难道昨晚那个梦是真的和我滚在一起的人是婷婷? 不对啊,我记得很清楚,是小叔啊,你发什么呆呢? 婷婷在我眼前挥挥手,赶紧起来吃午饭了。 她起来穿好衣服,顺便也帮我拿衣服过来,伺候我穿上,直到走出了客厅。 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意识是对的,只是家里没有小叔的身影,我也不敢多问什么。 如果这真的只是我一场一想出来的梦,那是很可怕的,毕竟在潜意识里,我好像已经认可了。 我和小叔可以发生那样的事,吃完早餐,我就对婷婷说,你搬到我那边去住吧。 这样,我能照顾你,你也能照顾我,我们就不必两边跑来跑去的了。 婷婷笑了笑,想也没想地说好,虽然她今天一直微笑着跟我讲话,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,好像我说什么,她都同意。 给我的感觉,像是在弥补这些什么一样。 在小叔回来之前,我帮着婷婷收拾行李,等搬家公司来了,就可以搬过去了。 只是我们还没等来搬家公司,却等来了和叔的父母,他们一进门,看到婷婷就重重地扇了个耳光给她,你们真不要脸。 和叔的妈妈指着婷婷破口大骂,响亮的慢骂声,在楼道里回响,有些邻居探头出来观看,我梦了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但身体却下意识地把婷婷护在身后,你又是哪位? 给我让开,别挡着我们修理贱人。 和叔的父亲推我,想把我推开,但我身体高大强壮,像是一堵墙一样,堵在他们面前,不让他们碰到婷婷,你们干嘛乱打人? 我气到了,我心疼都来不及的女朋友,竟然就被他们打了去,和叔父母见我拦在中间,气得吹胡子瞪眼的,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,他们瞪着我身后的婷婷,说她是狐媚子,说她是个不要脸的坏女人,各种难听的话,不仅听在我耳朵里,他们还故意向外头看戏的邻居,会声会色地说着。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,刚想吼他们一句,却听到他们说婷婷拐走了他们的女儿,却不对他们的女儿负责。 这是什么情况,我回头看向婷婷,想问她,只见她忧伤着淡淡开口,对不起,我骗了你。 就在这时,小叔回来了,他晦涩地向我们开口说对不起,然后就把他的父母拉出去,楼道上,我听见那对父母鬼哭狼嚎,说他们的女儿脑子出问题了,竟然喜欢女人,不喜欢男人等等,我猛地意识到了什么,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婷婷脸色有点苍白,我们先坐下来,我慢慢跟你解释。 她拉着我的手,让我去沙发上坐下,我刚坐下,就问她,昨晚那个人是小叔对不对? 我很肯定地质问她,她也点头说是,为什么? 我裂开了,听听到底爱不爱我,她靠近了我一点,眼含深情,胡金是我欺骗了你,但是我是爱你的。 我不信她了,你到底是爱我,还是爱何硕? 看着我的眼神,她很震惊,缓过来才逐渐倒来缘由。 其实,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原来小叔对我有不一样的感情,我只知道小叔的爸妈管他很严,甚至有点变态, 就连交朋友的权利,吃饭吃多少的权利,穿什么衣服等的权利,都要经过他们同意才可以。 那时候,我刚和小叔认识,他没有因为我是孤儿,就对我头以一样的眼光,他对我很好,再加上。 我们都是孤僻的性格,所以更能感同身受,在知道他有那样的父母之后,我就带着他一起,来到了这个城市。 一开始,我们就是互帮互助的好闺蜜关系,直到我谈了第一个恋爱,我发现,他对我的交友情况也是一样看得很紧。 他说,他怕我不要他了,就限制我在外交朋友,当我有男朋友之后,他说,我有的东西,我也得分他一半,是我把他带出来的,我得对他负责。 一开始,我犹豫着男朋友是不是应该分享,他就以绝世来抗议,我拗不过他,就答应了,我的第一任男朋友,在他们发生关系了之后,就再也不理我了,他抛弃了我。 你知道的,我就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,我看待这些是很重要的,所以那一阵子,我很难过低落,是小叔陪在我身边的,也是那个时候,遇见了你。 怪不得呢,我追了那么久,他才松口说,同意在一起,原来那时候,他就又被抛下过一回,心里有阴影了。 我一直被小叔灌溉一个道理,他的就是我的,我的就是他的,所以我有什么东西,可以跟他分享,他也一样,只是,从来没人叫我,原来男朋友是不可以分享的,直到你跟我说,我才懂。 所以,在小叔再一次提出要求,说要跟你也在一起的时候,我拒绝了,他就狠心说,如果我不同意,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 我已经把小叔当成家人了,我害怕他也一样抛弃我,所以,昨晚,我也就同意跟他换房间,我已为你喝醉了,不会记起来是谁跟你在一起的,没想到,你竟然记得。 他苦笑了一下,之前的男朋友就是想要霸占两个女孩,但是不懂小叔最后为什么,竟让他和婷婷分手,否则就不会跟他在一起,小叔比婷婷更懂得掌握男人,所以他的前男友就抛弃婷婷,奔赴小叔的怀抱,然而,他并不知道小叔抱着什么样的心理,他就是故意赶走婷婷身边所有的男人。 他就是要让婷婷知道,这个世界上,除了她,不会再有人从一而终地只守护着她,爱着她。 她对婷婷的偏执,令我感到恐惧,一个不惜献出自己身体的女人,只为了去捣毁另一个女人心中对男人爱意的幻想,这是有多可怕。 而我也真的跳进了她设下的坑里了,我身心都不干净了,婷婷是不是会很嫌弃我,昨晚我就站在门外,听了你们的声音一晚上,我就哭了一晚上,你睡着了之后,小叔就出来了,可能我绝望的样子吓到他了吧,他才意识到我是爱惨你了。 昨晚我们聊了很多,我才知道,原来小叔真的对我有不一样的感情,那不是普通的友情,已经超越了友情范围了。 他也解释,他就是故意的,故意让我讨厌男人,故意让我知道男人不可靠,只有他才是值得我依靠的。 阿金,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,我很痛苦,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这种感情,所以你今天跟我说,要带我走,去你家住,我立马就同意了,我想补偿你,也想远离这些痛苦。 说到最后,他已经泣不成声,而我也决定,以后我要成为他的家人,慢慢引导他如何去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和东西,我抱紧他,对他承诺道,婷婷,我也爱你,但是昨晚我已经犯下错误了,我已经不干净了,你会嫌弃我吗? 婷婷声音沙哑,拼拼摇头,我没有资格嫌弃你,是我的错,我只是害怕,你也不要我了,我不会不要你的。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,现在说开了,以后就不要再提起了,把婷婷带回家后,我主动联系起了小叔,要求出来见一面,他憔悴了许多,但是见到我的时候,却是一副倔强的高傲,抬着他的下巴。 眼里尽是对我的不屑,哼,那晚明明知道是我,你还不是照样上了。 你们男人,都一个德行,对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,不懂得拒绝。 我没出声,只是安静地听他的奚落,毕竟,他说的是对的,静默了一回,他昂着的头才低下来,带着点胆怯问道,听听他还好吧? 我如是奉告,没有你在身边,他也能过得很好的,甚至比之前还要好。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,就想让他不要再抱有幻想,以后听听是要和我在一起生活的人,我只想警告他,离我们远一点,他苦涩地笑了,头越发沉重地低下去。 那晚我出房间之后,我第一次在婷婷眼里看到了恨意,那是对我的深深的恨意。 我不明白,明明陪在他身边的,是我这个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好闺蜜,为什么就认识你半年,他就为了你而恨我? 我是不甘心的,但说实话,我也挺害怕,我怕他会恨我一辈子,所以想着算了,我退出,祝你们幸福,但是如果以后你再抵挡不住其他女人的诱惑,就别怪我回来把他抢走。 他说回来,什么意思,我不懂,也不想懂,直到后来,听听说,何叔出国了,他爸妈坚持以为是他心里有问题,强制让他出国治疗。 我听了,觉得有点唏嘘,老一辈的人是接受不了不在世俗内认可的情感的,但是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,以后我们会忘记之前发生的一切不愉快,我们将携手一起向幸福前进。